是這個疫情感到所大來影響 先來看的是天空 這個部長風景高漲危機 這個全台灣已經十八關心 兩百三十七間的學校 有專校 其實是一些這個辦公室有天空 現在對到現在一個學校 有兩班以上有這個屬性確診 專校就有天空 現在要來做調整 為何部長 台市長表示已經 阿扁這個大規模的辦公室 讓人來天空之後 太多班 這樣這個專校才會來天空 就是說盡量不要影響 就正常的教學 帶小孩去學校拿東西 馬上離開 學校裡面 好像另外四家在清潮 花蓮民意國秀 因為有四位核心確診 十二九十五 專校有風神天空 因為我們是避免這個 擴散的風險 那昨天晚上十點的通知 我想有點急促 也有點猖狂 本土比較正的臨屬 繼續在增加 全國天空的學校跟醫生 強嚇也會增加 為何部長 臺市長 早前進食 現在兩班以上有 學生老數比較正 全校到天空的標準 那現在基本的概念 大概比較著重一班為單位 那有大規模的班被停止以後 那全校才會停 盡量不要影響到正常的教學 以班級為單位盡量不要去影響 正常的教學 但是中標是上市的制度 有夠部對外來公佈 經過了解的 夠部應該會加專校天空的標準 儘管到全校三分之一班級 有比較正的國安 未設 這麼少這麼要停課 那假設他需要放寬的話 也許就是比較親密接觸的部分 就做線上停課 就做線上教學這樣子 可能影響會比較小一點 夠部在意 是請國館市 教育局長來討論 台南市教育局長表示 大家都能夠臨動調整 但是國內以前跟均勤的 行動不一樣 以後老鼠 有核心比較進行就是空力的標準 台南市會暗照現在的方案還未定 教長強調要停幾個班 不可以用所謂的公司 還要看家長的感受 如果有比較進行 空力無嚴格 家長也是親家 會暗照告部支援進行配合 也希望中央來尊重 地方採取的未調措施 記者綜合報導